大家好,我是Dan 昨天有很多人留言问我是不是换手机了 没有,只是换了一个手机壳 其实这个手机壳本来是为了以后派回复酸民影片的时候使用的 啊,可惜啊 话说回来,大家会想看回复酸民之类的影片吗? 在前两天有网友爆料 人气无者如检林收取高中生的辅导费后 没有指导也没有退款而引起争议之后 这两天也相继出现了另外几位遭到同样事情的受害者们 甚至也有小厂商爆料 设为粉丝的自己曾经有赞助视频给他 说好会拍照上传到IG 但是罗詹里拿到商品后却失去了联络 在厂商多次联络后,罗詹里才恢复 收到商品的话,我就需要给你留言感谢吗? 等,感觉有点嘲讽的内容 而且最终也没有上传穿戴视频的照片 然后昨天在侠依尼Key的M Countdown回归舞台 原本要站在舞台上的罗詹里消失不见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昨天Key表演了兴取Bed Love的舞台 在舞台上也能看到,最近以Street Woman Fight 获得非常高人气的舞者罗杰跟Emma 但是却看不到连MV都已经出演的罗詹里 而且还是由别的舞者穿了罗詹里在MV中的服装上了舞台 而Emma表演了原本罗詹里要担当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香港网友们的反应 这是Key准备了后几年的专辑 应该会很生气吧 下一里的官方IG也只是tag了罗杰跟Emma 应该以后就是这三个人进行吧 罗杰跟Emma跳了罗詹里的部分 别的舞者穿了罗詹里的服装上台 什么说明都没有就没有出演 应该就是真的吧 也有可能是SM直接不要了那个傍物 谁会让有争议的舞者上台呢 连歌手的形象也会变得不好 我最喜欢的罗杰跟Emma 加上Shiny大发 Shiny大发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10月份即将回归的IDOL们 糖果国民女团TWICE 将在美国发表首次的兴趣 THE FEEL 男团UI也将在10月1号 以兴趣盘普会员版回归 从出道曲Blank Mamba到Next Level 连续获得超高人气的女团ESPA 将在10月5号以迷你第一张专辑回归 X1出生的物质求斯妮 也将在10月5号以兴趣围听回归 男团Golden Child 将在10月5号发表正规第二张 旅Package专辑Data 另外卡7成员羊杰 也将在10月5号发表首张的个人专辑 新人男团Pleachos 将在10月6号以兴趣回归 Enfly也将在10月6号 以正规第一张旅Package专辑的猪打歌Sova回归 Pixi将在10月7号以迷你第二张专辑回归 Ig1出于Di将在10月7号发表首张个人专辑的猪打歌Glassy回归 歌手Porky也将在10月7号以兴趣Chanlarangetjer回归 10月12号女团Trabi将以第一张迷你专辑回归 因为成员们的确诊而延期回归日期的Enhype 将在10月12号以正规第一张专辑回归 Cube娱乐新人女团Lights Up将在10月13号以第二张单曲回归 10月13号男团StrayKids将在日本发表第二张单曲Sorikun 10月21号男团Kingdom将以第三张迷你专辑回归 连续四张专辑都突破100万张销售量的Seventeen 将在10月22号发表第九张迷你专辑Attacker 10月22号希儿将发表出道13年来的首张个人专辑Arpa 男团Epex将在10月26日以新专辑回归 接下来是虽然还没有确定日期 但是很可能会在10月份回归的idol们 Tiara FX Luna Eatingnam Super Junior D&E Zither Harp Boy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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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I know you get the F**k Zither Harp Boy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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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 You have stolen my heart Oh yeah Never let it go Oh oh No never let it go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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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love it is such a funny thing A mystery Oh Gotta get to know You know 我可以